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解放军的无人机首次近距离接近台湾花园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6月13日的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6月13日就说 12日上午6时到13日上午6时 台湾防务部门精获23架至解放军军机 以及7首次军艦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解放军每日有几十架次的军机 以及几艘军艦在台海周边战备巡逻 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这不是重点 台湾媒体的报道称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解放军其中一架无人机 绕过台湾南部飞抵距离花园39海里处 这样是首次有无人机 这么近距离接近花园 这个才是12日解放军行动的重点 因为这一次是解放军的无人机 首次距离花园这么近 来进行侦察监视的行动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台湾媒体 以及台湾防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是因为位于台岛东部的花园地区 有一个号称 远东最大地下军事基地的佳山基地 这个基地位于台湾花园圆 新城乡佳林村 台湾当局先后耗资400多亿新台币 修建该洞库的基地 它的主体内容是在花园 佳山一带挖出几十个大小不同 相互联通的山洞 可以停放250架战机 并修建了一条长达2500米的飞机跑道 与花园空军机场连接 机库周围还修建了导弹的基地 弹药库 油料库等等 为了完成这个复杂的工程 台军工兵部队耗时十年 事后就说 感觉好像秦始皇派工修建长城一样 由于基地主体修建于地下 因此具有极强的抗轰炸能力 甚至具备相当程度抵御核打击的能力 佳山基地也被视作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关键之时的庇护所 即是一旦两岸开战 台湾地区领导人可能在军队的护卫之下 逃入花莲佳山基地 并从这里逃往海上 另外台军还投资了一百多亿新台币 在靠近佳山基地的台东远境内 建成了第二个地下的基库 并以抗日名将高智航之名 命名为智航基地 台军差不多每年都要举行的汉江系列军演 一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经常演练F-16 幻影2000战机 转移到佳山洞库基地隐藏 佳山基地和智航基地 是台军最绝密的两个空军基地 由于将中央山洞部分涂空 形成巨大的地下基库和战时的堡垒 可以在战时分别容纳250和150架战机躲藏 佳山基地的战管中心 与台北的空军作战中心联机操作 同样具有最高的权限 并与电讯监察中心共享捷听到的无线电波 里面存放了大量的战备 和生活的物资 即便被完全围困 里面的防守人员 也可以生活6个月 台湾方面之所以选择在山墨的地下建立佳山基地 将战机藏到山洞之中 主要是保证未来遭受到攻击之后 台湾省可以在第一轮攻击之中 保留作战的实力 从而掌控台海的制空权 什么是因为台湾省是一个岛 要想进攻他就必须动用海军和空军 尤其是空军 掌握制空权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事 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佳山洞府的大门朝东 从海峡西岸发射短程东风弹道导弹 对其洞库正面实施硬摧毁有一定的难度 而从其东部正面实施打击 毁伤效果是要好得多 对于解放军来说 未来一旦实施武统军事行动 花莲 置航基地 必须在第一时间关照的重要目标 环牌军演 和联合利剑2024A演份的时候 都在花莲外海设立了演份区 可见对花莲基地的重视程度 要对花莲基地进行精准打击 平时就要进行精细化的侦察监视 同时要不断地进行模仪打击的训练 解放军经常使用的长航式无人机 有双美揭TB-001和BZK-005两种 此前曾经多次被报道进行过 绕台岛的长距离飞行 因此 解散基地应该一早就在 解放军无人机的侦察范围之内 这一次解放军从台岛南部 绕飞到花莲外海的无人机 应该是尚述两种无人机中的一种 不买趣 就是收集关于戒山基地 各类情报信息 和尝试进行模仪攻击 当然 解放军现在对戒山洞库打击的手段 已经可以做到多样化 包括空射、舰射、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等等 去年 山东号航母编队 在台岛以东水域 起飞610架自战机 其实就是无疑 从台岛东部正面攻击戒山基地 但是 用无人机发动攻击的好处就是 无需要其他平台的依托 也没有南艇、飞机等导弹发射平台安全的顾虑 自身就可以完成对目标的打击 而且可以反复多次进行打击 大陆的无人机已经近距离迫近花莲 花莲已经不是台军战机和台独头目们安全的藏身之地了 大陆无人机与解放军其他海空力量密切的配合 可以实现对戒山基地和置航基地的毁灭性打击 昨天是全国铁路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首日 高铁香港段来往西岛龙站与北京西站 及上海洪桥站的洞业列车昨日首发 两班首发列车接载约1000名乘客 其中 京港洞业列车昨晚6时24分在西九龙站开出 今早6时53分抵达北京西站 途经5个站 车程由以往24小时31分 压缩至12小时30分 新升级的护港间直发招致高铁洞业列车 亦于昨晚从上海香港商向对开 昨日开行的护港间首趟直发招致高铁洞业D908次的列车 于15号19点49分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 以于16号抵达上海洪桥站 护港高铁洞业列车 是对这条线路上普通直通车的提质升级 列车设备设施更加先进 旅客乘坐的更为舒适 每列车过境席位增至600多席 原普通直通车始发 中道站两地两检的通关模式 改为了高铁列车统一 在香港西九龙实行一地两检 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现在在高铁上睡一觉便能够到 全程旅时也由原来的 好速列车的19个小时34分 压缩到11小时左右 折约超过8个小时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显示 5月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39.9吉亚时 同比增长41.2% 还比增长12.6%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0.4吉亚时 占总装车量26.0% 同比增长14.7% 还比增长4.3% 这样 轮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就是29.5吉亚时 占总装车量74% 同比增长54.1% 还比增长15.8% 一至到5月份 中国动力电池累计的装车量 160.5吉亚时 累计同比增长34.6%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51.1吉亚时 占总装车量31.9% 累计同比增长34.9% 轮酸铁锂电池 累计装车量109.3吉亚时 占总装车量68.1% 累计同比增长34.6% 在业内看来 5月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的显著增长 既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的体验 亦都是动力电池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的结果 未来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有望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国家管网集团消息 西汽东苏管道系统 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超过5000亿立方米 折合替代标煤6.45亿吨 可以减少排放二氧化流1272万吨 粉塵3.62亿吨 二氧化碳7.31亿吨 西汽东苏管道系统 包含西汽东苏一线、二线、三线 总里程超过2万公里 中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次入网量 每年超过2200亿立方米 西汽东苏管道系统输入50% 对国产气资源的开发、进口气入网量增加 和下游清洁能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西汽东苏管道系统途经长三角地区30个地市 供气量约占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三 超过2亿人口从中受益 围绕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国家管网集团加速推进管网互联互通 随着游气管道织网抗网步伐不断加速 长三角地区能源保障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